章狼王回来了 下 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呀 这些是花旗国最有效的蟑螂药儿 哪些蟑螂吃了就会中毒 不用多久 一只接一只的蟑螂就会全部被杀掉了 你说这是毒药 思思 想不到你用毒药 亏你会和所有动物沟通的 还说是动物的好朋友 又说从来都不会伤害动物 你好 你好卑鄙呀 小蟑螂 思思 我要找你报仇 我不想毒死你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小蟑螂 原来是做梦啊 思思 你醒了 我们要开始行动了 草本沙虫水 有 新型蟑螂屋 有 强烈毒性蟑螂药儿 有 你们为什么买这些东西回来啊 当然是用来对付蟑螂了 思思 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你不记得那只坏蟑螂怎么吓我们的吗 思思啊 这些东西是买给你的 这里只有你不怕蟑螂 保护皇宫 对付那只蟑螂的责任 就交给你了 好 又来 没错 宫中有难 现在是思思出动的时候了 是啊 你一定要去消灭只蟑螂啊 不过话说回来 我是不会杀小动物的 哥哥 这句话是你说的 先记一下它 这是只蟑螂 不是小动物 蟑螂也是一种小动物啊 我 实在是太喜欢小动物了 我是不会伤害它们的 有没有搞错啊 蟑螂可是害虫啊 动物是木门好坏的啦 思思啊 这里只有你不怕那只蟑螂 你又懂得和它说话 不如你让它以后不要吓我们了 你说好不好啊 啊 对了 只要和它说 以后不要再出来吓人就可以了 小咪 我们走吧 关我什么事啊 你还没换衣服呢 傻瓜 哥哥 你不是吧 哥哥 皇宫内是严禁张贴告示的 哇 神兽为你的刀法好厉害啊 你可不可以帮我捉一些东西啊 啊 可以 是狮子还是老虎 大黑熊还是大蟒蛇 只是帮我捉蟑螂 什么 不是吧 用微臣去捉蟑螂啊 那你说 你是不是第一高手 当然是了 微臣我是天下第一刀啊 这就行了吗 我的蟑螂王真的很厉害 不是第一高手捉不到的 天下间真是有那么厉害的蟑螂嘛 嗯 两个都是傻瓜 哇 好厉害啊 哥哥 你看是不是这只啊 我只是教你捉它 又没有让你伤害它 小蟑螂 你痛不痛啊 啊 蟑螂是不会觉得痛的 假人假意 你究竟想怎么样啊 我想你以后都不要出来吓人了 可以做到吗 哥哥又在和动物说话 不是 应该是昆虫才对 你答应我 嗯 我以后和你做朋友啊 嗯 和我做朋友 你的人一见到我就追着我来打 这样怎么会和蟑螂做朋友呢 那你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不对 别人当然会追着你打了 但是如果你不吓人的话 就不会这样了 就好像很有道理哦 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们的人怕我们 只不过是觉得我们恶心难看 其实我们一族 几万年都是这样的啦 所以我就是要吓你们 你们越怕我就越要吓你们 怎么样啊 哦 那如果是那些不怕你的人呢 那又怎么办呢 就好像这个傻瓜一样 他不怕蟑螂 那我们见到他不就要掉头跑吗 不如这样吧 如果我的朋友见到你不再害怕了 那你是不是不会再吓他们了 嗯 怕蟑螂真是很难改变的 一天怕蟑螂就一辈子怕蟑螂了 你走吧 你又想怎么样呢 你 我呀 我想和你斗啊 斗 斗什么呀 我要训练我的朋友不再怕蟑螂 如果成功 你以后就不可以再吓他们了 哈哈哈哈 如果他们真是不再怕我 就算吓他们也没用了 哈哈哈哈 一言为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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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五天之内 你绝对不可以再出现 五天之后 我的朋友一定不会再害怕你了 好 走着瞧 嗯 哥哥 为什么趁微城睡掉放走他们 你不会明白的 我已经和他约好了 什么 我要训练揉揉他们 只有五天时间 我们要快点呢 小蜜 哎 又有新想法了 究竟哥哥他是不是真的会和动物沟通啊 什么 什么 五天 五天要把我训练的不再怕蟑螂 对啊 只有五天时间 为什么是五天那么少 嗯 啊 我的手只有五个手指嘛 所以就五天咯 嗯 那你再加上一只手嘛 嗯 嗯 嗯 你为什么胡乱拿主意 让我们和这只蟑螂斗啊 我也只是想帮帮你们克服不怕蟑螂嘛 那大家就可以做朋友了嘛 和蟑螂做朋友吗 其实我也只是怕蟑螂偷我的鲑鱼吃 我其实不是很怕他们 嗯 去 嗯 那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把我们训练成不怕蟑螂呢 还没呢 现在不就是和你们商量吗 嘿嘿 还可以商量啊 好啊 其实 只要我们和蟑螂相处多一点就可以了 就好像我和小咪这样 又或者 等我找来几十只小蟑螂 然后把你们放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让你们可以好好的了解相处一下 嗯 该怎么办呢 啊 有办法了 嗯 你们随身养四五只小蟑螂 见得多 赞就不怕了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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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爸 committed 他們人呢 这个方法好像醒了痛哦 你說呢 嘿嘿嘿嘿嘿嘿 那好吧 我去找人通通通訊 哈哈哈哈哈哈哈 monte rom 一起待好了 你的鲍鱼放在那个包上 麻烦你自己拿 可以吗 可以吧 鹿不高你捉弄我 我叫皇上打你一百大百 不是呀郡主 这些是格格让我这样做的 这些是真的鲍鱼啊 真的吗 格格要我做成好像蟑螂的形状 说等你习惯一下 这就不会怕蟑螂了 真的是鲍鱼哦 我都已经说过 只怕他们偷吃我的鲍鱼了 是吗 你不是说怕蟑螂的吗 随便啦 不是呀 今天的鲍鱼好新鲜 快点趁热吃了它吧 吃下去还真很美味 跟鲍鱼一样 都说了这个是鲍鱼了 你们一定要在线期内完成修补 知道吗 叔叔叔叔 好 哎 格格你找我呀 我有一些事情想要找你帮忙 可以吗 好 我都说不怕蟑螂了 为什么还让我来呀 普通的蟑螂你是不怕啊 但是会飞的呢 不要飞过来呀 你不要怕嘛 来呀 不要怕嘛 把它当成大苍蝇嘛 大苍蝇 打 太好了 我不怕飞蟑螂啊 恭喜你啦 金流 第二天啊 轮到谁呢 怎么样 武装员 你准备好了吗 要克服你怕的 就要面对它 千万不要逃避 来吧 虽然这些都是假的蟑螂 不过公布叔叔做得好像啊 我都还没有扔出去呢 你不用怕成这样吧 开始咯 武装员 你要把眼睛睁开才可以呀 知道吗 等我来帮帮你吧 你眼屁怎么这么大力呀 不用怕 把眼睛睁开呀 真大眼睛看着蟑螂 看看就会习惯了 第三天 好紧张呀 华伦 除了蟑螂之外 你怕不怕小蜥蜴呀 小蜥蜴 不怕 那老鼠怕了吧 不怕 那蛇呢 也不怕 那有很多毛的蜘蛛呢 都不怕 嗯 华伦你呢 你其实是不怕蟑螂的 我看你只不过是被传染了而已 是啊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一听到别人说 我就不自然地怕了起来 嗯 你要克服这种感觉 就一定要让人帮你 那等会 你就不要爬到就要救命啊 你不要吓我呀 哈哈哈哈 你看 你又被我已经吓到了吧 思思你不要耍我呀 那么 就请在场的各位帮帮忙了 我现在连飞的蟑螂都不怕了 你们说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吓到我呢 嗯 哥哥呀 能不能快点呢 我还有很多事情做呢 事情多 也不会在乎这一会儿嘛 你帮华伦而已嘛 不用把我们也找来吧 当然要了 有你们在一起才好办嘛 华伦 你准备好了吗 嗯 好了 你在箱里 抽一样东西出来吧 嗯 嗯 嗯 放开我呀 放开我 好香 感觉很熟悉 哇 老鼠 啊 你干了吧 放手啊 放手 不要受人影响 就当没事发生 你们干什么 华伦 千万不要害怕 我一点都不怕了 哇 华伦 你真是厉害呀 连老鼠都不怕 来吧 华伦 接着 再抽第二样东西出来 嗯 嗯 嗯 哇 好烧烈啊 好烧烈啊 他们怕 是他们的事 你不要怕就好了 来 我来给你装装胆呢 哎呀 好痛啊 又会怕得摔倒在地上了 可恶 要我在冰冰面前出丑 你没事吧 黄伦 我们继续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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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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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爬了 你不可以学东姑说话 哎 是 不好意思了 哥哥 我不和你玩了 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的 我先走了 嗯 哼 总之我什么都不怕 我看你还能用什么东西来吓倒我 哦 哦 蜘蛛而已嘛 嗯 哦 咦 那了 哈哈哈哈 又说什么都吓不到你 华伦 你成功了 你看到怕怕你也不怕了 蜘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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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ing whoever 我 不要 想一些蜘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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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蜘� receber 是我们的 是博士和小徒弟 博士 柔柔他怎么样了 柔柔的这种情况叫蟑螂恐惧症 什么 蟑螂恐惧症 没错 而且看上去还很严重 那还有没有的治疗 刚才他愿意半信半疑地信你 那就有点希望了 那你就快点治疗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 我只可以试试用催眠的方法 将他怕的东西 幻想成喜欢的东西 那博士 你就快点试试嘛 不过你们要记住 就算成功 你们也要让柔柔休息一天 不要让他再看到他怕的东西 要不然 很可能会产生极大的副作用 什么副作用啊 这个嘛 我也不太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那快点试试治好他吧 柔柔你已经不再怕蟑螂了 当你见到蟑螂的时候 就会变成 变成 柔柔他喜欢什么昆虫 柔柔他 啊 我记得了 他很喜欢蝴蝶的 哦对 柔柔 当你见到蟑螂的时候 蟑螂就会变成 很美丽的蝴蝶啊 蟑螂变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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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咦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呀 不知道柔柔有没有成功呢 博士说可以 只要让柔柔今天不要再见到蟑螂 到明天第五天 他就不会害怕蟑螂了 现在东姑 陪他在一花园休息着呢 嘿 小哥 是我呀 怕不怕 喂 小蟑螂 你说过五天之内 你不可以出来吓人的 你真没信用 哈哈 你真是天真啊 居然和蟑螂讲的信用 我今天肠胃不太好 没带鲑鱼吃 又怎么会怕你呢 居然不怕我了 吴创远 你不怕蟑螂喽 不是不怕 只不过被很多只飞到身上都试过了 只有一只蟑螂飞过来 又怎么会怕呢 你也不怕了 你们都没有大叫 我也就不怕了 还有一个在这里 是苍蝇 太好了 成功了 小蟑螂 这次你输了 我怎么可能会输啊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人呢 糟了 他去找柔柔了 柔柔要到明天才会没事 哥哥说过的 千万不可以让柔柔小姐见到蟑螂啊 否则会出大事的了 其实我比他还要怕啊 你好啊 小肉 不用怕的 你来晚了 他还是怕我的 好大的蝴蝶啊 你好漂亮啊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个品种的蝴蝶呢 我不是蝴蝶 我是蟑螂呀 我是蟑螂 小蟑螂 柔柔 他可不是我 他可听不懂你说话哦 没什么事 我还是占人家好了 你们 你们不要挤过来呀 蟑螂员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蝴蝶呀 柔柔啊 其实蟑螂员是想把这只蝴蝶放生 对 是啊 我们是不可以随意伤害昆虫的 听到了吧 不可以随便伤害昆虫的 你说我不会伤害小动物的 对呀 我已经记下了 对呀 我说过的 哈哈 蟑螂员 嗯 哈哈 我们以后 不怕蟑螂员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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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些蝴蝶好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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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螂呀 有好多的蟑螂呀 蝴蝶而已 有什么可怕的 哎呀 快点揪我下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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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embā 安 r